30年的时间,宙斯顿系统从最初的极限零发展到如今的极限时 如今,宙斯顿再度夸代升级 虚拟版本的宙斯顿系统从重达数百吨的庞然大物变成只有一张餐桌大小 但拥有原版宙斯顿的所有功能 这次美军水面舰艇作战系统又开始化时代了 美国整合战斗系统项目首席执行官表示 虚拟化宙斯顿作战系统将在丘吉尔号阿里伯克级驱逐舰上测试更新性能 这套作战系统是美国海上系统司令部的自动测试与重测试项目下的开发计划 同时也是该项目取得首个突破的试点项目 ATRT项目于2006年开始启动 主要是利用自动测试技术减少海军作战系统的研发测试版本 同时也为了提高作战系统的质量 以及缩短系统的认证时间 2009年ATRT项目转入正式研究 海上系统司令部通过小企业创新计划 资助国防技术创新公司研制ARTR项目所需要的设备 同时选定宙斯顿作战系统 舰艇自防系统以及近海战斗舰作为主要试点项目 以此为基础开发虚拟作战系统 在美军的构想中 ATRT项目会将多台服务器组成云平台 通过特殊协议获取各种作战数据 然后利用这些数据与自动测试技术 验证虚拟作战系统的软件 最后形成评估报告 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的消息 12月27日上午 美国海军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号航母打击群 遭遇胡塞武装的导弹袭击 胡塞武装使用了包括自杀式无人机 反舰弹道导弹和反舰巡航导弹在内的多种武器 试图突破航母打击群的防空网 艾森豪威尔号核动力航母紧急起飞了超级大黄蜂 联合护航的伯克级驱逐舰拉帮号 共同拦截了来袭导弹 目前尚未有战损报告 此外 在12月28日 梅森号驱逐舰在红海南部拦截了 胡塞武装发射的无人机和反舰弹道导弹 当时该地区有18艘船舶 袭击没有造成人员受伤或船舶受损 而这也是10月中旬以来 胡塞武装对红海商船发动的第22次袭击 自从1983年 美军为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装备宙斯盾作战系统之后 这套以防空为主要任务的综合作战系统 成为美军水面舰艇的核心装备 并在30年内历经多次改进升级 从极限零到极限时 已经发展出11个版本 这套综合作战系统 美军为其整合了直管 射控 雷达 以及声纳等战斗设备 除了最初具备的防空能力以外 又为其赋予了反潜 反舰 甚至反导的能力 但这毕竟是30年前的产物 在设计之初 就采用了封闭式硬件设计 使得全套系统的体积与重量相当惊人 这也导致宙斯盾对舰艇空间与性能的要求非常高 在传统的业务模式中 一艘阿利伯克级驱逐舰 或是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 在建造时都会部署一个宙斯盾版本 通常在中期大修中进行升级 升级覆盖软硬件 每次最多升级21%的舰艇 而宙斯盾作战系统的升级时间将近一年 同时也导致先一的数十艘宙斯盾舰 会同时存在四个极限版本的系统 在很大程度上 加重维护训练的成本与复杂程度 为了加快升级速度 美国海军海上系统部 将传统的业务模式改成了AWS业务模式 涵盖对水面舰艇 武器 以及雷达等设备的更新 在这个模式中 可以随时对任一艘宙斯盾舰 进行舟机性的软硬件升级 每次升级最多可覆盖96%的舰艇 但这种升级模式 依旧不是美军想要的 因为美军想要升级宙斯盾时 需要让舰艇进港停机 在打开舰体之后驱逐宙斯盾主机 然后耗费数周时间 来对软硬件进行升级 这样的升级方式 不仅费时费力 而且还影响海军舰队的运作效率 在这种情况下 虚拟宙斯盾出现了 最主要的改变就是 解除了软硬件之间的绑定 通过构筑通用程序数据库 将美军舰艇资防系统 两栖舰以及宙斯盾舰等 作战能力整合在一起 在现有全域联合直管系统的架构下 搭载出一套全新的海陆空连战系统 虚拟宙斯盾研发第一阶段 就是对软硬件进行解偶 这与传统上与洛克希德 共同开发管理 以及更新模式有所不同 整套虚拟化宙斯盾系统 由多台计算机服务器组成 仅需要占用一套计算机机架 而此前实体的宙斯盾系统 需要占据更大的位置 按照美军计划 虚拟化宙斯盾将基建9的代码 只需要将少量储存在现有硬盘中 就能实现原有宙斯盾的全部功能 并且还拥有随建部署的优势 此前洛克希德公司 与美国海军表示 在小型化计算系统中 运行虚拟化宙斯盾的能力 是得益于LAAS模型 这是信息及服务模型 在这套模型的作用下 海军水面舰艇 不需要再储存整个软件库 而是按照需要提供功能 不仅可以让舰艇系统更新更顺利 同时还能将宙斯盾系统 与舰艇自防系统进行整合 在2023年12月初 美国海军宣布 阿利伯克级丘吉尔号驱逐舰 成为首艘完成虚拟化 宙斯盾系统安装的作战平台 在过去的半年内 海军已经对丘吉尔号 进行了一系列的测试 确保其在海上 与暗机测试表现一致 同时美军在丘吉尔号上 测试了虚拟宙斯盾 接受更新的速度 通过虚拟化设计 宙斯盾系统实现了软硬件的结偶 作战系统可以直接在通用服务器上运行 更新周期也从数周缩短到几个小时 与此同时 美国海军还在测试 无限更新的方式 来升级宙斯盾系统 类似于手机的自动下载更新 通过虚拟化设计 宙斯盾系统还能分布在多个节点 包括海陆空 但不需要再配备宙斯盾舰 针对这套虚拟作战系统的特点 美军已经在近些年 多次进行模拟跨军种防御杀伤殿 以及多余作战的测试 来验证虚拟宙斯盾系统 在联合痊愈作战中的适用性 2018年2月 美国海军在综合训练单元演习中 测试了基于基线9的 虚拟宙斯盾作战系统 相较于现有宙斯盾系统 虚拟宙斯盾系统 已经实现了相关作战单元的高度整合 此次进行的测试 是直接在多台计算机服务器上 部署基线9版本的全部代码 来展开的相关测试 首次部署了虚拟化宙斯盾 2019年3月 海军托马斯·哈德纳好驱逐舰 首次进行了虚拟宙斯盾实弹拦截测试 测试结果非常成功 2020年9月 美国印太司令部开启测试 验证虚拟宙斯盾能否用于地面和空中单位 此次测试使用的虚拟宙斯盾系统 安装在位于夏威夷的太平洋空军多余作战中心 在测试中 虚拟宙斯盾将目标信息 传递给位于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的陆军D-17 野炮兵旅 通过这种形式来验证 虚拟宙斯盾使用陆军火力系统实现反舰的能力 在另一次实验中 F-35获取的目标信息 通过虚拟宙斯盾系统 传递给爱国者3防空导弹系统 成功拦截标准6导弹 再次模拟跨军种的完整防御杀伤列 2022年6月 在英勇之盾2022演习中 洛克希德将多余作战管理系统 与部署在数公里以外的 四个虚拟宙斯盾系统进行节点配对 为火力攻击系统提供精确定位系统 成功实现对目标的拦截 其中多余作战管理系统 是一套人工智能指挥管理系统 能够以战场空间的速度运行 能够连接海陆空 以及太空的系统与平台 自动化制定战略 目标 计划 以及任务等联合行动 同时还能整合情报 监视 以及侦查数据 为各个平台的指示决策支持服务工具 在动态火力演习期间 对作战指挥控制数据进行实时分析 为指挥官提供决策帮助 主要建议包括由哪艘舰艇 飞机或地面火力 来应对即将到来的威胁 在操作人员选定行动方案之后 虚拟舟斯盾系统负责发送目标指令 负责拦截任务的军种 可以执行来自任意军种的指挥官命令 而不需要手动将命令转变为作战条例 不仅节省时间 而且还能消除通过无线电 读取坐标或指令时 出现人为因素的错误 在经过极度轻量化的虚拟舟斯盾系统 未来可能会打包到便携箱中 比如洛克希德公司就曾展示 在一个笔记本中运行虚拟舟斯盾 未来有望使美军实现 由无人舰艇或地面系统发射导弹 进行联合行动 在2021年9月份 美军游侠无人艇携带4个单元的 MK41锤发系统 与虚拟舟斯盾系统包 从甲板上成功发射了标准6导弹 这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 利用大型无人艇发射导弹的可能性 显然 虚拟宙斯盾具备的便携性 使其不再局限于 传统作战舰艇上的应用 还可以装备无人艇等平台上 通过数据共享 使得虚拟宙斯盾具备与不同军众之间 开展合作的潜力 进而整合部队系统 提供水面 陆地 天空的交火能力 直线联合全域作战 进一步推动美军所有作战领域杀伤网的构建 同时 虚拟宙斯盾系统 随着通用计算机计算能力的不断增强 体积还将不断缩小 未来美国海军水面舰艇上 可能会装备两套作战系统 一套是常规作战系统 其功能经过验证 而另一套则是测试系统 比如虚拟宙斯盾 在包含常规作战系统功能以外 还能增加需要测试的新能力或新软件 实施在线更新常规作战系统 颠覆美军当前作战系统软件升级和部署模式 除此之外 由于宙斯盾系统更新升级频繁 当前海军服役的驱逐舰 巡洋舰上搭载了各种版本的宙斯盾系统 如何让一线士兵能迅速熟悉 不同版本的宙斯盾作战系统 已经成为美军一大难题 而虚拟宙斯盾可以快速加载 不同版本的宙斯盾系统 只需要一套设备 就能用于不同版本的作战系统训练 这样可以大大减少 士兵操作不同版本的成本 并且还能提供训练效果 除了部署在舰艇上 虚拟宙斯盾甚至可以部署在一线机载 在舰艇进港整修时 继续对舰上人员进行训练 在搭载虚拟宙斯盾的 丘吉尔驱逐舰之后 今年5月份入役的 《利纳伊比号》 将成为第二艘搭载虚拟宙斯盾的 阿利伯克级驱逐舰 此外 执行相同的转换作业 根据美国海军作战部 水面作战指挥官的说法 整合作战系统将在2029年之前 进入实战部署 这也是为何 火力军会表示 虚拟化舟斯盾正在划时代 显然美军又走在了各国之前 好了 本期影片就到这里了 我是火力军 咱们下期再见 感谢下期再见